这天下之势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大一统结束之后 便是纷繁的乱世 也许生灵涂炭 也许灵光一现 大约茶馆 只话说南北朝 正在播出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 陈县著作 悠悠南北朝 该书籍已经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子尖叫板 可在豆瓣图书购买收藏 不曾清贫难成人 不经打击老天真 自古英雄初恋狱 从来富贵入凡尘 醉生梦死谁成气 托马长枪定乾坤 灰君千里山河在 利明扬威 船后人 给您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鱼 话说南北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 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 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鱼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韬光养晦 余文雍一军突起 木秀鱼林 胡立光突遭变故 祖木两家组成了仇视胡立光的统一战线 想方设法的找机会准备报复 有一个敌对国 那消灭政敌呢 相对来说呢 就是方便一些了 机会啊 说来可就来了 北周大将韦小宽呢 和胡立光交战 总是呢 不能获胜 那就想出一个盘外招来 他编了两首儿歌 派人呢潜入夜城 交民间的小孩啊 就唱 第一首儿歌是什么呢 说这个百声飞上天 明月照长安 百声飞上天 明月照长安 这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第二首首歌啊 就是高山不自蹦 胡木不服自举 对不对啊 高山不推自蹦 是胡木不服自举 这个组艇啊 在夜城街头 初听儿歌呢 便参透了那种的玄机 他又为这儿歌 添上了两句 说忙老公备受大福 是饶舌老母不得语 让小孩继续就这么着唱去 然后呢 久而久之这歌词啊 可就唱到了高伟的耳朵里去了 高伟听不明白啊 就来找这个组艇陆令轩 就问他们 说你们听过民间的一首 奇怪的儿歌吗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 组艇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 啊 的确是听过 哎呀 此歌非同小可 百声就是一胡啊 暗语 胡绿明月 要为长安之主啊 百声飞上天 明月照长安嘛 对不对 高山那是指皇室姓 是您姓高吗 对不对 高山不推自蹦 胡牧不服自举 这个胡牧 哎 谐音呢 也跟胡绿有一点像 是吧 哎 忙老公和饶舌老母 似乎指的就是微臣 于露是陆令轩 哎呀 谣言可畏啊 其实歌谣的作者 微笑宽 也未必指望这招能奏效 哎 也就是寻思着打打心理战 他很可能只是想像玉璧一样啊 利用谣言瓦解敌人的凝聚力而已 可是猪头皇的高伟 在朝中一批大臣嘴言又一语的叫唆之下 他就信了 五平三年 高伟一足挺之际 派人赏给胡绿光骏马一匹 约他第二天同游山水 胡绿光到皇宫内堂谢恩 专干杀大臣勾当的刘陶芝啊 从身后跳出 与三名武士一起用弓弦 将胡绿光活活给勒死了 高伟呢 又以谋反的罪名 诛杀了胡绿光的弟弟胡绿宪 以及两人的所有儿子 其后呢 足挺派人抄检胡绿光的家 统共只得到了十五张弓七把刀 一条皇帝所赐的术 以及处罚奴仆的二十根藻杖 没有半点胡绿光谋反的证据 然而一切都晚了 胡绿光已经死了 胡绿光的死讯传到了长安 周五帝大喜过往 立即颁照大赦举国同情 北齐的支柱 只剩下蓝陵王高长公了 而身为皇帝堂兄的他 也只剩下最后的一年了 高伟爱好音乐 听了蓝陵王入阵曲啊 仿佛从中赶到了战阵的凶险之际 就关切的问高长公 说这个入阵太深 万一失利了 岂不是后悔莫及吗 高长公啊 不假思索 家世亲切 不知不觉就勇往直前了 高长公实话实说 可是高伟听了心里边可咯噔一下子 家世 难道你想做皇帝不成吗 哎 故技之心可就越来越浓了 其实人家高长公 人家说的是什么呀 人家说的 这都是我们老高家的事 我啊 作为你的兄长 那我帮你的忙 是不是都是咱们老高家的事 高长公其实也并非不明白功高盖主的道理 他试图啊 通过收受贿赂 自坏名声来逃避皇帝的猜疑 又故意呢 有病不治 借机呢 退绝二线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挽救他的性命了 五平四年 公元的五百七十三年 高卫派人给高长公送去了毒药一杯 高长公感叹呢 我以忠心侍奉皇上 不负苍天竟遭到如此的毒手 兰陵王妃正式痛哭 何不求见皇上 也许还有转机 高长公摇头啊 有什么理由去见皇上 说完 引药自尽了 三年间呢 三名强将啊 北齐三劫啊 相继凋零 你说北齐灭亡的日子还能远了吗 这不就倒计时了吗 此时的高尾却还在忙 或者更换皇后和宠妃 高尾的后宫加历数量极多 大部分都如过眼云烟 他的第一个皇后是狐狸光的女儿 狐狸光被诛 狐狸皇后被牵连被废了 改立太后的侄女胡适为皇后 陆令轩于太后争权 想立自己的养女慕黄花 就对太后说了 说皇后跟我们大家说 太后行为不检点 不足为逊 太后温烟大怒 就把胡适也给废了 就这么着把慕黄花立为皇后了 慕黄花是高尾最宠爱的一名皇后 做皇后前呢 就生下了太子高衡 高尾为他制作珍珠裙衣 专程派人呢 去北州采购珍珠 两个人终日礼呀 可以说呢 这个对酒交杯呀 如交似器 但是呢 这也有冷淡的一天 高尾迷恋上了一名 乐师的女儿曹昭义 慕黄花为了抢回宠性 就把身边的婢女 冯小莲呢 作为了礼物 送给了高尾 可是万没想到啊 高尾立刻就被能歌善舞的 琵琶高手冯小莲给迷住了 封他为淑妃 视他为掌上明珠 吃喝玩乐都在一块堆 不仅冷落了曹昭仪 也冷落了慕黄花 夜城流传 一种童谣呢 就暗讽着慕黄花的命运 叫黄花 视玉落 是青上满怀 满杯酌呀 其实凋落的又何止是黄花呀 整座北齐的宫殿 都已经摇摇欲坠了 在江南观望北方多年的陈轩帝 也不失时机的抽刀 向这头肥羊身上砍过来了 作为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 陈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很特殊 南朝的阶层本质上 可以按照籍贯出身分为三类 来自北方说北方话的桥人 那就是桥居的桥 华桥那个桥 市居南方说无语的无人 以及广泛分布于南方山区的满足土著 东晋时期呢 北方南迁的桥姓士族 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统治资源 最典型的就是王谢两家一时即盛 此为北人至南 东晋中期以后呢 长期的南北分裂 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 市居无地的南方人 即北人用南 到刘豫做皇帝的时候 南朝开始形成 桥人与无人共同统治的局面 尽管说桥人的势力 在初期还相当庞大 但是无人的重要性 已经不可忽略了 建立刘宋的功臣 沈田子沈林子兄弟 刘宋的名将沈庆之沈幽之 这是都出自无形 就是今天浙江湖州的沈氏 白袍将军陈庆之 也是南方的无人 由宋到梁 统治者越来越依赖于 无人的军事力量 逐渐发展成为 南北共治的局面 侯景之乱使得金字塔顶端的 桥人与无人元气大伤 原先极少为人注意到的 第三阶层 借机站落土角 这便是南方蛮族的土豪洞主 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问题 自古以来就不比北方的简单 只不过南方蛮族的侵略性相对较低 那么受到的关注也就比较小 北方有五湖 南方有五蛮 蛮黎西辽越 越一般专指山越 黎西辽三族的名字 以前都是犬子旁的 以示侮辱 蛮字像不有个虫字吗 当然也带侮辱的含义 这些词今天都废弃不用了 但是有些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称 历史上与蛮字也是相类似的 比如说鼠中间就有个虫字 敏中间也有个虫字等等 那么这五蛮的分布地区 大体上是不相交的 蛮族主要分布于 京乡雍影司等种 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南部 到湖南之间的这一块地区 蛮族内部呢 还可以分为很多只 比方说这个李族呢 分布于乡广州 就是今天湖南南部 与这个广东这一块 西族呢 分布于江州的巡仰 南场武陵等等这些地方 也就是今天江西这片地区 辽族呢 这个分布于荆州的西部 梁 亦 宁 郊 广州 也就是今天湖北西部 四川 贵州 广西 以及越南等的大广大地区 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啊 老窝的主体民族老族 就是辽族的后裔 那么山岳呢 主要是分布于扬州 就是今天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 此外呢 还有分布在京乡 梁 益州的盐族 益州的八族等等这些地方 知系是相当复杂的 陈骂先建立成果 是从武蛮聚居的岭南起兵的 他必须通过获取武蛮的支援 来扩充实力 北讨侯景期间呢 归附于陈骂先的势力当中啊 将近一半是南方的蛮族 比如说侯安都啊 显夫人呢 还有西族的这个 欧阳琪等等这些人啊 也有说呢 他是别的 这个割据各地 拥护陈骂先的 比方说这个周夫啊 周迪啊 熊瘫朗啊 刘毅啊 陈宝应啊 鲁西达啊 等等这些人也分别呢 都出自于武蛮这些蛮族 可以说没有南方的这个武蛮呢 也就不会有陈国 那考虑到陈骂先 所以仗的另一半军事力量 比方说杜僧明周文玉 吴明彻 花角等等这些大将 都出身于无人 而陈骂先本人 他也是地地道道的无人 他也不是说从北方来的这个人啊 所以说呢 到了南北朝末期啊 南朝才真正的可以称得上是男人至男的这个南朝 陈一雪先生甚至提出某种意义上 陈可以说是南方蛮族建立的朝代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陈宣帝即位的时候呢 有了很大的改变 所谓马上得天下 不能马上制止 由于南方蛮族文化水平不高 同时也需要拉拢侯景之乱之后残余的侨人势力 陈武帝和陈文帝两代呢 在文官方面大量的任用侨人就是北方人 那治理朝政 因为咱们前面说过的比如说毛喜啊 蔡景丽啊 道仲举啊 刘诗之啊等等这些人 在武将方面呢 陈文帝清剿的几大地方武装都是南方蛮族 此消彼长 北人与南人的矛盾也急剧升温 侯安都之死 那也与此颇有关系 因此呢 陈宣帝面临两大问题 第一 如何解决侨人为主的门阀士族与南方无人蛮族为主的土豪之间的矛盾 其二 南臣虽然立了国了 但是外部环境极其险恶 强敌隔疆而立 国都健康岌岌岌可危 如何克服防御上的弱点 谋求国家的安全 是陈宣帝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这两大问题指向了同一个答案 就是北伐 事实上天家三年 就是公元的562年 陈启两国就建立了友好关系 而陈周之间除了画角谋反的前后三年处于敌对状态 也基本维持了和平 但是南朝的进程呢 反复证明了我们曾经强调的一个道理 就是守将避守怀 怀水的得失直接影响了南朝的兴亡 凡是淮南防线安全的时代 南朝的统治就稳固 比如说袁家之治 梁武帝时期 凡是淮南防线丧失的时代 南朝的统治就混乱 比如说南齐后期 侯景之乱以后 那么另一方面呢 长江中游的江陵和上游的异州 对于江南也是很重要的 所谓江左不可无数 失去这两个地方 就好比咽喉被敌人给掐住 随时有窒息的危险 吴明车进攻后梁 试图夺回江陵 就是出于这种考量 也就是说 陈宣帝想要长治久安 就得打破一位和平的外交政策 在军事上采取以公为首的方针 要么连齐伐州 要么连州伐齐 把防线向北推 而北伐呢 也正好可以将南方人控制的土豪军队投入使用 从而达到扩大生存空间 缓解内部族群矛盾的目的 究竟是伐齐还是伐州 陈国的态度 对处于胶着状态的齐州之争 是个十分关键的砝码 陈宣帝在太监二年 公元的五百七十一年 前十北齐 要求连齐伐州 却吃了个闭门羹 高尾目光短浅不思进去 不敢主动进攻北州 而北州则在太监四年派遣 杜稿再次出使陈国 提出周辰合纵 公齐的建议 陈宣帝轻而易举的就被说动了 太监五年 陈宣帝绝技 讨伐北极 出身淮南秦军 就是今天江苏陆河的 这个将军吴明彻的支持 最为坚决 赏书左朴叶徐灵说 吴明彻家在淮南 了解当地风俗 当今朝中若论将材 无人能出其游 陈宣帝便以吴明彻 都督征讨驻军事 然后呢 这个都官赏书 培继为副将 领兵十万 从建康处罚进攻秦军 另外呢 由都督呢 从西线啊 向这个 从西线的进攻哪呢 进攻立阳 就是今天安徽的这个河县 这个都督是谁 就是都督黄法渠 那么北上的陈军呢 势如破竹 在今天安徽 寒山东北这个地方 大破旗军 拔除了北齐 在水中设立的木栅 包围了秦军和立阳等城 北齐大将 北齐呢 派的大将 御破胡 还有这个掌村洪略 王林的率军 池远寝军 在城外布下了方阵 精勋挑衅了一对 身高体壮的大力士 作为前锋 又派出一名 剑术高超的西域胡人 在阵前 可以说是闲无虚伐 驾驶十分的吓人 吴明彻 对手下的勇将 肖木合说 说如若干掉那个胡人 就能灭了齐军的士气 比得上官云长 展颜良之勇了 肖木合答道 只要把此人的衣桌 达文告诉我 我立刻去取他的姓名 吴明彻大为振奋 命人把胡人的外表 向肖木合一一说明 并亲自斟酒一杯 慰劳肖木合 肖木合接过酒杯 一饮而尽 飞身上马 向齐军方阵冲来 齐军胡人见状 也不示弱 挺身出阵 弯弓拿剑 正要发射 早被肖木合远远 看个真切 肖木合从腰间 掏出了一根小毛 挥手这么一头 正中胡人的额头 胡人是应声倒地 三国演义当中 温九斩化雄 并非历史 其形势很可能 就是由肖木合 引九七胡人的故事 改编而来 当然这咱们这个 引发一下啊 齐军阵中的大历史出战 也被肖木合斩杀 北齐援军顿时溃败 长孙洪略战死 玉破湖逃走 王林单继脱身 退到了彭城 又被北齐呢 派到了受养 抵抗陈军的进攻 然而淮南的北齐各城啊 已经无心恋战了 黄法渠急攻拿下了立阳 禁杀守城士兵 江北重镇合斐高堂 秦军望风而降 淮水流域的继承 就是金天安徽 宿州南边啊 还有这个乔军 金天安徽蒙城 还有仁州 金天安徽固镇一带 也相继被攻克 到了这一年八月 淮南江北的大部分城市 都已经向陈军投降 吴明车乘胜攻下了淮南 最后一座重镇受养外城 王林率齐军退守 受养两座内城 湘国城和金城 那么这个时候 吴明车呢 开始围攻受养了 用的是南朝军动 惯用的招数 在肥水上修筑堤坝 饮水贯成 城中水位高涨 守兵身体浮肿 病死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眼看着受养江县 被其派出的援军也赶到了 邢台幼蒲叶皮颈和率领大军 皮颈和率领大军呢 去受养三十里 安营扎寨 令臣军的诸将呢 一阵恐慌 都担心呢 前有奸程 后有救兵 难以对付 可是吴明车呢 笑道 兵贵神速 齐军援兵却果足不前 肯定是惧怕我军勇猛 不敢接战 我军呢 专心攻城即可 吴明车亲自披挂上阵 指挥大军四面猛攻 一举攻入寿阳 生擒王林等骑将 皮颈和果然入吴明车所料 不但不进攻 反而丢弃驮马 自重北逃 陈军又赚了一笔 北齐也在淮南 统治了二十多年 姚毅赴税啊 远比南朝要重 早已失去了百姓的支持 此战陈军遇到的阻力非常小 唯独梁国的旧将 王林轻财爱事 颇得军心 被俘以后呢 吴明车军中的许多 王林的旧部 见了他的战争精英 不敢抬头 争相为了求情 吴明车本来想压得去健康 又担心夜长梦多 生出变故来 就派人们的给杀了 至此呢 陈军攻克北齐数十城 近债怀寺之地 收复了淮南的南朝故土 消息传到夜城 高伟正于穆对坡 韩凤等人呢 玩沃硕游戏呢 文言呢忧心忡忡 穆地坡摆摆手 受阳等地 本来就是南朝的地盘 让他们拿去好了 即使国家把黄河以南 全部都丢了 大不了也是还是个秋辞国 西域小国嘛 人生如迹 正当即是行乐 发什么愁呢 左右大臣也在一旁 对对对 发什么愁呢 高伟随即转右威胁 对说的对 发什么愁呢 继续开怀唱演 欢歌笑语起来 高伟就到这个程度 北齐也不得不灭了 那么 这后三国时代 接下来的走势 该是如何呢 与之后是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各位 你想跟大宇交流吗 你想跟大宇辩论吗 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 你想骂那孙子吗 来微信吧 微信搜索订阅号 大宇插馆就能实现了 记住啊 宇是宇宙的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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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